大家好,我是何旺志 辛苦大家,最后一个 人际关系 好嘞,谢谢 谢谢杰伦的粉丝 可以了 人际关系 自从有了MBTX之后 我反而觉得社交变简单了 经常就是一群人聚会 他是RNFJ 他是ENTP 他是ENSB 但其实我不喜欢 把这个测试结果当成法条一样 去约束别人,去绑架别人 你不是艺人吗 怎么一点都不活泼呀 报警抓你 喂,110吗 这边有一个艺人,他不活泼 喂,喂,你怎么不说话呀 你该不会是个A人吧 我觉得人是有很多负面孔的 就比如你经常在酒吧喝酒 看到四个男生在那坐着 也不说话 低头玩手机 看着就像是A人 结果这时候旁边 突然坐进来一个美女 一瞬间 全员一人 甚至有个哥们 刚才都想打车回家了 又强行取下了订单 跟师傅说来的不是理想的车型 我就知道对面坐的是理想型 女生也一样 谁会不喜欢跟帅哥聊天呢 对吧 所以我觉得在社交的过程中 对方是艺人 还是A人 有时候取决于 你是美人 还是丑人 我有时候就会想 会不会在美女跟帅哥的眼中 这个世界上是没有A人的 面对他们 艺人会热情主动 A人会鼓起勇气 所以说 如果你的世界里 全是A人 那这个时候 你就需要擦亮眼睛 好好照照镜子了 是不是你长得 人见人爱呀 我为什么不喜欢绑架 因为我很容易被绑架 就比如 现在我每次去喝酒 一上桌 哎 广志 你山东人 山东人都能喝 我根本不能喝 但听完这句话之后 我还是很高兴 很想喝 熟悉的朋友还劝我说 广志你别喝了 你喝酒上脸 容易长痘 我说不行 我必须得喝 这是我的脸吗 这是齐鲁大地 这是喝酒长的痘吗 这是齐鲁大地上 挺起的山东脊梁 他们说 广志你是不是喝多了 我说你看不起谁呢 我喝的这可是老村长酒 国民白酒 真正春凉 来自北纬45度 酿酒原凉 黄金种植袋 口感柔 不上头 还说你没喝多 都开始打广告了 我说我这个叫酒后土真言 我这个性格 出门就很容易喝多 所以我现在就特别羡慕那些 在社交中不在乎的人 就公司团建 喝酒 喝到一半 站起来就走 没有理由 十二点了 我得回家了 我心说这是个什么理由 十二点了 你得回家了 你是灰姑娘吗 你慢点 别掉了你那个 46码的水晶鞋 每个人身边 都有这样一个 喜欢早睡的人 我见过最不在乎的人 就是朴树老师 大家还记得吧 他录节目 录到一半 站起来 到点了 我得回去睡觉了 我当时看的时候 我觉得这也太酷了 这也太摇滚了 摇滚不死 只是困了 我就完全做不到 你别说上班 上到一半走了 跟领导喝酒 喝到一半 我都不敢提前走 就是我不能理解 困了就能走了 来之前我就困了 很卑微 我去年在工作上 做的最叛逆的一个事 就是在公司最忙的时间 我选择着休息 去年刚过完年的时候 不是公司特别的忙吗 然后我就跟公司说 我想集中在家 创作一段时间 所以你先不要 给我接活了 现在就是肠子都毁清了 我后悔 这段时间 我说是创作 其实我也没有创作 就是那段时间 光在家打游戏了 那段时间 天天打游戏 天天打游戏 就那段时间 打游戏 打到什么程度呢 打到人家游戏公司 后台都看到了 找到我们公司说 想请广智 给这个游戏 做个代言 公司拒绝了 说广智最近在创作 没有时间 客户都笑了 嫌钱少 可以再商量 公司就好奇 就是娱乐圈 那么多的偶像明星 你们是怎么选的 广智呀 按什么标准选的呀 客户说 我们是要在线时间选的 我没有想到 就公司如此相信我 因为之前 在特兽大会 当编剧的时候 写稿压力大 为了缓解压力 我就天天玩斗地主 那段时间呢 为了不让同事发现 我每次都选择QQ登录 但有一天 实在是没有逗了 同时也想明白了 一个逻辑 就如果他能通过 微信好友的关系 发现我游戏在线的前提是 他也得再玩 我就发现 这种互有把柄的关系 其实是最稳定的 这种感觉就好比是 你不可能听到一个男生 对另外一个男生讲 我前两天 在南科医院看见你了 因为对方很可能不承认 你看错了 那个人不是我呀 你去那里是因为 我憋不住了 我去借个卫生间 好好 那你憋不住了是因为 而且你跟同事一块打游戏 还有一个好处是 你不会觉得愧疚 你只会觉得 多了路上有你们真好 晚上打游戏到半夜 然后第二天白天 看到朋友圈 发一些有关工作的 记性上的内容 你也不会焦虑 你只会想笑 这个专场能够圆满完成呢 首先感谢制作人 感谢公司参与的每一个同事 感谢我们一起在 华海中路写稿的日子 我心想你先感谢感谢 我没跟你说出去吧 还在中路写稿 你不是一直在上路吗 人就是会有很多副面孔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我现在特别害怕遇到那种 在工作中 连装也不愿意装一下的人 我现在每次出差 赶早班机 凌晨五点打车 都特别地害怕 因为这个时候 接单的师傅 只有两种情况 他要么刚刚起床 要么一夜没睡 很难说哪个更恐怖 有一次我打到了 一个一夜没睡的师傅 那个师傅 接到我这一单的时候 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但我当时也没有注意到 因为我也睁不开 当时就感觉 我俩的想法是一样的 就是快上车 等上车了 闭一会儿 关键最恐怖的是 你上车之后 那个师傅还跟你交心 拉了一夜了 躺不住了 等会儿拉完 你这最后一单 我就回家休息了 听完这句话 我汗毛都竖起来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就这句话 如果出现在影视剧里的话 他大概率拉不完这一单 这句话在我听来 就是小伙子 你不用着急赶飞机呀 我这出租车 一样送你上天 本来氛围就很恐怖了 到红灯的时候 那个师傅还跟我讲了个 一句话鬼故事 绿灯了 叫我 师傅 你要不现在就回家休息吧 给我放包袋上就行 别说不安全 比车里安全 但其实我 面对这种情况 我从来没有 给别人差评 因为从小家里就教我说 你一个人在外面 千万不要跟人起冲突 所以很多事我现在就是基本上能忍就忍 但那天我觉得我不能再这么窝囊下去了 所以我下车之后 等那个车刚一走远 我立马给了一个四星差评 因为我要让他知道 我的他的服务只能算是比较满意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我已经要开始笑了 不行 开心 哈喽大家好 我是徐浩伦 哈喽大家好 我是谭香文 我们是漫才兄弟 然后呢 我最近其实做了一个 特别想做的事情 什么事情 想去尝试一下 我想去开车 开车 我觉得每天可以接不同的乘客 也是个锻炼你处理人际观的一种方式 处理人际观是锻炼口才嘛 对对对 我就特别想模拟一下这个场景 可以啊 是这样可以吗 你来配合我一下 好 就是你来演一次乘客 然后我也演一次那个师傅 好 模拟一下 对 喂 喂喂喂 你好你出发了吗 准备过来接你了 你在路上了是吧 是是是 你猜我开什么车过来接你 管我屁事啊 你要接到我就可以了好不好 好好好 对对对 我到了 到了是吧 在哪里 我在路边上站着嘞 我看不到你啊 怎么可能嘞 可以麻烦你站到马路中间去 不可以不可以啊 干什么 怎么创死我是怎么回事了啊 我在招手呢 在这招手 招手是吧 对 好好好 对对 是你是吧 是我是 走不走 肯定走了 王八蛋 我自己打的车我不走我有毛病啊 我说 好好好 上车呢 啪 啪 我这个是摩提的 哦 摩提 摩提啊 摩提是吧 网约车打到摩提了 怎么可能呢 速度是私家车嘛 好好好 上车了 是去机场的是吧 对的 机场 尾号多少 3866 3866 等一下 3866 你确定是3866吗 3866啊 我打不开是为什么 你的数评密码肯定不是3866 知道吧 你有毛病吗 你说 我的尾号3866 哦 3866 哦 叫你小三了 凭什么呢 我是尾号3866 我不叫3866 知道吧 哦 好好好 你是本地人吗 不是 路况熟悉不 不熟悉 小的怎么去机场吗 不熟悉 那我绕路啊 干什么了 哪有这样子的缺德啊 不能赚这个钱不 导航 哦 好 导航去机场 导航去机场 导航 师傅 你那个手机 有那个功能没有啊 我是喊你导航了 导航我导航 导航 导航我导航是吧 你的手机可以导航 导航我导航干什么 手机导航也是绕路版的 你要不要 好 我导航我导航 全程大概是一个小时左右 一个小时这么久 你搞快点 我赶飞机是吧 不要着急嘛 赶飞机 终点就在前方 他又不会跑 重要的是享受沿途的风景 不要心浮心脏 天气这么炎热 我又不开空调 那你把空调打开 说这么久不开空调 开开 一点苦都吃不了 我打吹就是为了享福的 知道吗 开空调 好 开空调喽 低 你这还是个挂机是吧 你就说凉不凉快 凉快 好 凉快 我们是走高速是吧 对 走高速 ETC 对 非处方药 什么非处方药了大哥 OTC非处方药 ETC就是个收费入口 这里还有杆子 那里有杆子 稍等 你好 麻烦你抬一下这个杆子 你蛮有礼貌的 收费战士里有礼貌就能过去等 去卡了大哥 怎么都了呢 我都碰到什么人 谢谢 谢谢 力气别这么重了 我力气重 好 对 我力气重 搞点凉处方药吃 你吃处方药吃 什么意思了 你谁 不是 我看你脾气好大的 过得不是很好吧 我也知道能理解咯 就是现在这个压力都很大 工作压力啊 生活压力啊 都挺大的 是 压力大了 就是没什么情绪的 熏悉出口了 是是是 实际上我教你一个方法了 我还蛮喜欢这样解压的 还有方法 你把窗户压下来了 闭上眼睛 把头伸出去 你还是准备创死我呢 干什么呢 不是 我是让你闭上眼睛 去感受微风吹过你的脸颊 享受这一刻的宁静 你试一下嘛 好咯 你可以把你的烦恼 其实可以适当地宣泄出来 喊出来啊 我平时是这么解压的 有用没有啊 你可以试一下 把你的烦恼 我不想上班了 你可以大点声音来 我不想当牛马了 对 你喊得越大声 我想发财啊 对 这个情绪 我想发财 就会越出来 哎呦 就会越痛快 喊出来吗 喊出来了 喊出来了 怎么样 舒服一些 好多了这样 好多了 好多了 可以了不 可以了 可以了 那我出发了啊 你停在这里让我喊啊 你神经病的 走走走走 你还不能创死我犯了 我都停了 走走走走 加油加油 哎呦 忍得太好了 我的天 你还是安全驾驶 安全驾驶 走走走走 嘿嘿嘿 干什么了 看看看 有毛病吗你是 看了看了 这是那个最新的科技 无人驾驶是吧 我这个车没有 没有就放上去 这开头玩一下吧 这啊 你有毛病吗 你是哎呦 我都停了 我其实蛮喜欢聊天的 我看得出来 但不是很会聊天 也看得出来 我其实不知道 怎么跟你拉近关系 但是我又想这么做 就不知道该聊什么 我知道就是 怎么打开那个聊天的阀门 拉近关系 是 我是想 我跟你讲啊 师傅 你以后就聊一点 家长里短的事情 是吧 拉拉家长 一下就熟了 就是你这么聊 会拉近关系 会快一点 就是容易熟了 改一套吧 你有爸爸没 你想听到一个 怎样的回答呢 有 好早之前就有了 还有妈妈呢 还有爷爷跟奶奶 一家人整整齐齐的 你都没死 晓得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什么意思吗 我不是想问一下 多大年纪 你就问我爸爸几几年的吗 对 几几年的 我爸爸是72年的 72年 72年的 叔叔 叔叔对 妈妈呢 妈妈也是72年的 双胞胎 什么双胞胎了 怎么会是双胞胎了 大哥 你觉得我们两个 说话的水平 谁像双胞胎生出来的 我真的 我懒得跟你聊了 好吧 你开车 好吧 我不想跟你聊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开车 有没有人问 Driver 我接个电话 喂 我在开车的 我也想你 晓得晓得 爱你 晚点回来跟你说了 你知道 好爱你 拜拜 你老婆说 一定想你了 我的电话呀 有毛病吧 你是 有病吧 大哥你是 我的电话你接什么接了 我不是看你不想跟我讲话 我说不想跟你讲话 知道吧 你干嘛 你不能接我的电话呢 对不起 我的问题 那我可以借你手机 打个电话不 你手机可以打电话 你借我手机打电话 我手机待会有用 我可以再接一个电话不 来你展示一下 喂 怎么想着跟我打电话呢 我感觉没人 愿意跟我聊天 好孤单的 我觉得孤单应该是常态 但是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 以后的生活 就会越来越好 师傅 你这个情况持续多久了 你有毛病吗 你自己给自己打什么电话了 好吓人的你知道吗 不是 我不是看你不想跟我聊 不想跟我聊天 我就怕我自言自语吓到你 你这个比自言自语吓人多了吧 这个 你还是要安全驾驶人 你带充电宝没有 好好打电话了 打电话了 手机没电了吧 车子没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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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这三千五百毫 有个毛用啊 干嘛 前面有交警别乱 你好你好 例行检查是吧 好要的配合 身份证 驾驶证 行驶证 辛苦 辛苦辛苦 他没事 你不用管他 好 谢谢 辛苦了 谢谢 再见 你跟他说有什么用啊 他是交警 你这个情况得找刑警 不是师傅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开车的嘞 你开车哪有这么快的嘞 不是跟你开玩笑 我可以别开这种玩笑好不好 我赶飞机你快点开好不好 那我开快点了 开快点 开快点 对 师傅也不要开这么快 我是嗓子不师傅 嗓子不师傅 机场到了 大了是吧 哎呦我都听了 总是搞了 手机不要了 你等我一起 等我一起的 干什么 我也赶飞机 你又都得搞吓人的事情了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飞机 我怎么不能赶飞机的 你是哪趟了 我是东航 我也东航 是里面飞翔是 我跟你一样的 怎么又跟你坐在一起了 谁跟你坐一起 我开了一趟飞机 神经病了 小慧 大家好 我是小慧 干啥呀 这节目就 慌死了我在后面 哎呀 又来比赛了 对 又来比赛了 我今年还坚持了蛮久的 怎么说呢 我坚持得越久 跟领导的关系 就越微妙 其实上一轮我来比赛 跟领导请假的时候 已经有点不太对劲了 他问我请几天 我说输了一天就行 赢了可能要两天 他说就一天吧 比完以后 第一时间给他发的消息 我说不好意思领导 没淘汰我 他第二天才回的消息 说收到 下次注意 上班这么多年 他对我这点信任都没有 我这个人从来都是在外面 不管输赢 总是会回归职场的 哎 对 职场这两个字 说出来 我就已经开始厌恶了 哎呀 我不是爱上班啊 真就纯土的稳定 我那个班自己上得也很烦 所以我现在特别爱干的一件事 就是上网去指导别人上班 就是延迟退休的那个消息 一出来 我就想完了 真要让我上到65岁 我是活不到65岁了 但是人家纳英50多岁 去参加歌手 我从来没有想过让他休息 我每天跟网友一起给他加油 我说英子50多 这是闯的年纪啊 反正别人四五六十都能闯 你要是让我闯啊 我啊啊 我是闯祸的年纪 不光指导纳英唱歌 我还指导贾玲拍电影 指导樊振东打乒乓球 我前两天去买奶茶 我都没忍住非要指导两句 我站在那说 你们做的是不是有点慢 你看你这儿那儿 你们明明可以优化一下流程的 这话我也就在那儿说 真要上班的时候让我干这个活 我第一个开始骂人 还有话 就这么馋那口奶茶 奶根茶我直接灌你嘴里呗 让我幽化 让我幽化 网上都是我这种人 自己不上班 天天拍视频 教别人怎么上班 这边还给你拍视频呢 说工作最重要的 就是要对老板去魅 扭头就去雷军的小红书底下评论 啊雷总早上好 你穿粉色可真好看呀 雷军那么厉害的人上班当然穿啥就行了 像我这种基层稍微也得注意一下穿着 就那种比较正式的会议啊 我就不能穿洞洞鞋了 要找出我那件最隆重的POLO衫 POLO衫真的太唬人了 POLO衫就不管我水平怎么样 我能力怎么样 只要穿上这个POLO衫 背上公司发的那个双肩包 坐在这个会议室 今天的人设就稳了 技术骨干 如果我想显得工作经验丰富一点呢 我就会把这个POLO衫塞进我的裤子里 现在上班真是上的脑子已经不太够用了 前两天开会老板在那说 说这个项目非常重要 我希望大家把百分之百的精力 都放在这个项目上 其他的工作 用你剩余百分之二十的精力去完成 剩余百分之二十的精力 老板是真大方啊 你全勤十天 他还送你两天 剩余百分之二十的精力 我直说吧 我上班一共就只用百分之二十的精力 你问他剩余百分之二十的工资怎么发 他就会跟你说 好好干 公司不会亏待你的 我从你上班就开始听这句话 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观众是有工作的 就是你们仔细想一下 从小到大 除了公司 是不是也没有人亏待过我们 真的是 也不能聊老板 因为我回去还得上班 工作嘛 现在我一边工作 一边干脱口秀 虽然是有了素材 但是也有了软肋 能说的东西非常有限 像我这种基层 除了跟领导处关系 还得跟同事处嘛 前一天有一个同事给我发微信 找我 说呛口小花椒赵小慧 我的微信名叫呛口小花椒 呛口小花椒赵小慧 这个称呼是不是有点太隆重了 好像在叫什么 齐天大圣孙悟空 呛口小花椒赵小慧 第二句就是 没打扰你休息吧 我都不用说他几点发的消息 你就知道他已经在打扰了 我不是那种 就是下班以后 绝对不会回人工作微信那种人 不是 但是我觉得你能不能跟我发誓 用你一天的寿命跟我发誓 这个需求真的很急 一天真的不多 但如果真的好使的话 有些人一个礼拜就能折寿一年 我那天真是咬着牙回 我说什么事 他说方案要改 拉你进群 我以为出啥大事了 进群你看就仨人 客户他跟我 客户at他 自体调整一下 他就at我 呛口小花椒赵小慧 自体调整一下 客户at他第四行删掉 他就at我 第四行删掉 真给我搞烦了 我直接在群里怼他 我说这么点事 你自己顺势不就干了吗 非要大半夜 在群里at别人干 有意思吗 他不理我 过了一会儿 客户说 不好意思啊 我自己改好了 你上班遇到这种事 是很烦 但是都能坚持 直到我有一天看到 网上有一篇文章啊 说就是 我们公司的员工 平均年薪60万 我看到的时候 跟你们是一个反应 从我看完这篇文章 每天上班 就开始端详 我的每一个同事 是你吗 还是你 你把我60万赚走了 真的难以释怀 工作最幸福的时候 就是刚工作的时候 没活干 哎呀 年底那个 大家不是很流行 发工作APP的总结吗 就是开了多少次会 发了多少条消息 什么凌晨两点 你还在上班 blah blah的 我就不敢发 因为我的数据很难看 APP给我总结说 你最晚的一次会议 结束于18.06 哎呀 他还讽刺我说 还记得当时 在为什么而付出心力吗 6.06能付出什么心力呀 可能是在纠结 要不要带一卷 公司的卫生纸回家吧 有那天打车碰到一个 就是花很多的出租车司机 就是像 就他就那天一直在跟我感慨 说你知道吗 现在科技发展得太快了 现在种地都是机器 给人农民都整失业了 美女你做什么工作的 我真不是要 怼她为难她 我真的很真诚地回答她 我说师傅 我干自动驾驶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 就问我说 啊那这个自动驾驶 现在是不是发展得挺快呀 真能代替我开车吗 我当时就想 有我在 应该没那么快 那天下车以后 我就突然发现 我这个工作真的挺好的 就是不管怎么干 都很有意义啊 我好好干 出去就吹牛 说啊 我是为科技发展 添砖加瓦了 摸鱼的时候 也不用心虚了 也可以理直气壮地 去找那个师傅说 你知道吗 是我在科技发展的洪流中 为你保存了 人类文明的火种 谢谢大家 我收回 发自了 发自了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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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王德发 谢谢 人籍里面 我非常不理解很多点啊 就比如说 我身边 像这些朋友 都特别好 我平时在北京 他们在上海 就天天会跟我说 发自 你来上海啊 你得来上海啊 你来了 你看我安不安排 你就完了 你们会有这种朋友吗 然后 赶紧来 赶紧来 我一来 没人理我了 终于请我在门口吃顿 杀献小吃 我说 一切都是最差的安排 就这种局 特别多 还有就是什么 就是那种 不熟的局 组局的人 把大家攒一块 没有什么聊天 没有什么沟通 最后 吃完饭说 你们一块加个微信 咱们就是最好的哥们吧 我跟他们都没什么沟通 我加什么微信 对吧 我这种时候都三不原则 不主动 不拒绝 不通过 而且大家以前老吐槽 说那种酒桌文化 对吧 就是敬酒的时候 杯子要低一点 我敬您 我敬您 说非常恶心 现在不一样的吗 拿个微信 我扫您 我扫您 非常谦卑 能理解 正所谓 酒逢知己 谦卑扫 以前都是 都在酒里了 现在说 都在群里了 我反正真的不爱 这种局 我真的不爱加陌生的朋友 没有什么沟通 对吧 然后 我就觉得 我一晚上不说话 诗里也写过 沉默 是今晚的得发 轻轻地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地来 挥一挥手 我带走一个WeChat WeChat 什么 没什么 WeChat 不是 你们听懂了吗 就是 WeChat 跟云彩 它有点谐音啊 但又有点没谐上 你能明白吗 就像个拼图 你得回自己试 你明白吗 就是云彩 WeChat 云彩 WeChat 云彩 WeChat 对上了 你得慢慢拼啊 慢慢拼 对对对 现在行 需要一些时间呢 对对对 好好好 接着 现在微信真的 不离手 让我觉得真的很累 对吧 有时候我真的 就想把手机放到一边 我放松一下 我歇一歇 不要让人找到我 朋友直接把电话 就打过来了 特生气 说你妈呢 我说 我待着呢 他说你看微信 我说好好好 挂了电话 我特别生气 你电话都打过来了 你就说事呗 对不对 还让我看微信 我特生气 把微信拿过来 一看 他写了一个在吗 真的真的 微信就是随时会找到 我觉得就是很累 我觉得跨越这个尺度 边界感最严重的一次 就是去年的冬天 凌晨三点半 我睡着觉呢 我最好的朋友 浩哥发小啊 他把那个语音通话 给我打过来了 诶 凌晨三点半 语音通话 肯定有事啊 对吧 那不能接啊 得接得接 我最好的哥们 他打过来 我已经开始接 我说 他那边开始喊了 我说发子 来啊 出门 帮我打架 明显听得出来啊 他喝多了 可能在外面 跟人发生矛盾了 反正冲突了 然后 你睡得迷了乌涂的 被叫醒 就跟你喝多了 是一样的 我开始接电话 我说 我说 打架 疼吗 能不能忍啊 但是我真觉得 我还是 我觉得他可能需要我 我还问他 我说那浩哥 你在哪啊 浩哥说 你不管 你来就完了 我说 他可能真的喝得太大了 但是 我觉得他真的需要我 但是我又觉得 我开始想象那个画面 待会儿 我得冬天 从被窝里钻出来 穿上秋裤 找一身适合格斗的OOTD 然后对着镜子 开始制拍 说 准备出门打架 那也太 太奇怪了 对吧 太累了 太累了 然后我就开始 跟浩哥聊了 我说浩哥 这个事 着急吗 我再 眯个十五分钟 我说 这三点半 也太早了 你约个早上 十点的局 行不行 你让我睡得好 好 我惊惊慎慎慎的 我起来 我使劲干 我说你也别早上十点了 你下午四点来吧 直接上医院 接我得了 真的 我就开始起床了 开始磨蹭 开始磨蹭 有点上班那个劲了 你们能理解吗 刚起床 他还催呢 说你出发了 你出发了吗 我说出了 已经上车了 凌晨四点 有点堵 车这么多呢 浩哥你叫人挺多 凌晨四点 我说浩哥 你喝点什么呀 我给你带点咖啡 就开始胡言乱语 然后我开始想 真的 凌晨四点 你出去打架 这个时代 对吧 打赢赔钱 打输住院 怎么说 我都觉得不合理 不应该去 我很真诚 我把电话就拨过去了 我说浩哥是这样 关键时刻 哥们不能不帮你 对不对 但是咱们不能打架 我不能帮你打架 我可以帮你吵架 你跟对面人说 你说不要在现实 逼逼赖赖 不服咱们网上碰碰 你看我骂不骂 你就完了 对吧 我说你这样 你过去找到对面的人 你把他微信加上 你拉个群 给我拉里边 浩哥已经听进去了 浩哥说 那我现在需要注意什么呀 我说你需要注意 网络通畅啊 你把5G给打开啊 结果后来真的就没事了 真的没事了 浩哥毕竟 他一走过去 把码拿出来说 我扫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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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说 这小伙子不错 就没事了 对 行 好好好 谢谢 这个我想的满头大汗 可以可以可以 特别好特别好 再来一段 再来一段 可以可以可以 行行行 其实我这一段 讲了这么多 我的阻止是什么 我觉得人与人之间 不需要联系的 太密切 对吧 就是互相留点距离 留点空间 才有那种离别之情 那古代 李白汪伦 喝了三天三夜大酒了 互相就要走了 就特别感动 说再见了兄弟 说我要写手 最好的诗 送给我的兄弟 就会有离别之情 如果你上船 有微信 直接汪伦 微信就过来 说在吗 李哥 李哥到了吗 李哥 李哥到了 说一声啊 回头你把那个 杜甫灵什么的 你都叫过来 你看我安不安排 就完了 李白就一点感觉 都没有了 本来要写 郑汪伦的 直接变成了 憎恨汪伦 汪伦那几天 也不开心 说哎呀 这李白 怎么不理我了 哎呀 写手诗吧 要是能重来 我得好好安排 李白啊 好 谢谢大家 我今天就讲这么多 谢谢 真的ar 啊 好